收藏方面朋友很多 像台湾 香港 大陸 美国很多 所以这些朋友常常在 大家在拒绝 谈其艺术收藏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满脸兴奋 帅气的皮衣加上卡其裤 一身轻松的打扮 很久没出现在镜头前的老曹 虽然退下第一线 但对联电的营运还是很关心 如果是你制造越接近市场 也越有竞争力 所以联电的制造的布局 能够越广 越能够接近市场 这是好事情 对子弟兵抢摊成功 前进大陆厦门 盖12寸晶圆厂 最快2017年就可以量产 老曹大声比赞 不只如此对今年半导体景气 老曹还是持续看多 长城一个电子工业的基础 是离不开他嘛 当然半导体当中 你每一个在你特殊那个环节里面 有一些竞争力的问题 其实曹星成2011年因为核建案打官司 一怒之下舍弃台湾国籍当起新加坡人 尽管台面上看不到曹星成 但外界普遍认为 老曹透过投资公司 间接持有联电股权 尽管退休 却依旧有他的影响力 三连讯法中台报道 三连讯法中台报道